这个就是说 然后它就是有这么一个图 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能达到这种 compassion产生这种测验之心 那么对别人的impact 这个圈圈代表对别人的impact 对别人的影响力 那么其实是最大的 就是说作为家长 作为老师 我们或者说作为上司 很多时候的确要站在别人的角度 来想一想问题 就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是怎么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小孩 像小孩有的时候 一个玩具掉到水里 就会跟你哭十分钟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很不理解 家长还会跟小孩子发脾气 但有的时候站在他们的角度上 的确一个对我们来说 只卖大的小事对他们就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这个同理心在和小孩们沟通 这个失败的时候也非常的重要 那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the power of yet 我觉得特别喜欢这句话 当时Codex带他去谷歌呀 一些世界500强公司做演讲的时候 包括Ted Talk演讲的时候 他经常听到这个词 the power of yet 就是说他说你要跟你自己说 跟你的伴偶说 跟你的孩子 你身边的朋友说 现在不好没有关系 我们focus的是以后 就don't focus on right now the present but focus on the future the not yet 他说有一个学区 有一个学校 他给孩子们呢 每年发成绩单的时候 他不会说你这门课fail了 你这门课没过 而是说他会在成绩单上写上not yet 就是说还没有达到的预料 就是说鼓励孩子们要着远于未来 你想想看 我们比如说我的另一个孩子 他刚刚一岁 你看他每次走路的时候 大家如果有小孩子的话 对吧 小孩子走路的时候 经常就是走啊摔啊 走啊摔啊 那么没有一个人来嘲笑 这种十几个月大小孩说 你看你怎么怎么摔跤啊 我估计你以后就不会走路 我不可能这么说对吧 因为你相信他有很多的potential 很多的潜力 其实对于小孩子也一样 哪怕对于成人也一样 对吧 我们的人生路还很长 就着远于未来 潜力是无限大的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一些resource 这个有一个company 他developed一系列的youtube video 是专门做这个ghost mindset 我都看了 一共好像就八个video吧 很短 每个video大概都七八分钟 就这个非常适合于 从幼龄到初中生吧 来看的这种小短片 就是激发孩子如何培养 他们的这种growth mindset 这种正向性思维 那么呢 这个growth mindset 这个Dr. Crowder 他developed一个lesson plan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也会分享一下 还有这个链接呢 里面有这个mindset assessment 如果你想知道你自己是 这种固定型心态 还是成长性心态 你可以点这个链接 去测试一下你自己 上面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最后呢 我还想说 Dr. Crowder 他最后呢 通过他这么大量的research 和不断的探索吧 他对这个mindset 其实也有不停的新的认识 他最近几年呢 经常会说 这个mindset心态这个东西 是非常domain specific 和situation的 就是说领域不同 你的这个mindset也不同 比如说像很多人 他就是在 学习上 也许他会有一个 非常成长性心态 觉得哦 我可以经常 就是通过学习 能够变得更好 也许他在体育活动上 人际交往上 他就有个fix month 他觉得我就是这种 比较shy 比较害羞的人 我无法改变啊 我不愿意和别人去一个 比如public 做一个public speaking啊 这种 所以说是一个 非常domain specific的 这么一个概念 而且非常situation 他自己也说说 虽然我是研究 这个领域的专家 但是有的时候 我也没有这个成长性心态 所以说他说 我也经常要把那个 刚才我给大家看的 那两张图表 就是左边大脑 右边大脑 那个图表拿出来 要经常的提示自己 那我们现在 要不要先说一下 这个要不要有什么问题啊 或者是要补充什么呢 有一位家长问说 我们可以在b站上看到吗 我们会的 但是这需要时间 因为视频 可能要处理好以后 才能以后放到 那个b站上去 目前只有在 facebook的主页上面 会有我们的直播 因为那个直播的话 你就随时可以回去 看那录像的 大家有问题吗 现在刚好是一个中场的时间 如果大家有问题 现在就可以问 可以打字 也可以 那我 那我问一个问题吧 就是 比如说我的小孩 他现在在学下棋 然后下棋 就是一个很 很容易有输的 可能多于50% 都是在输 然后可能有个小孩 刚开始学 然后他就一直在输 一直在输 这样会不会 一开始他很生气 后面他就习惯了说 会不会就形成一种 loser心态 应该怎么鼓励他去 还是 还是可以继续努力 然后还是可以赢 就是这种 就这个问题 很多家长都有 我最近也在听一些 这方面的讲座 包括我自己的小孩 也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 就是一个balance问题 平衡 你看哪怕 而且最近我在研究一些 就是关于 蒙特索利教育的 这些理念和方法 真的就是一个balance 你有的时候你说 你太protect 太保护孩子自尊心吧 你怕他有一种 就是说假象 但是如果你发现 的确你如果经常 让孩子就是 没有很多的辅助 或者说你不调整一下 他的这些 比如说做的游戏啊 调整他学习的 这种方案 也的确他会慢慢的觉得 为什么我总是输啊 那你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比如说你玩五个游戏 或者做五个练习题里面 让他有三个 四个都能够赢 有一个有挑战的 这样就比较好 你像在这个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领域 有一个人叫 非常有名 那个人叫Vegoski Vegoski 他有一个理论 就叫 the zone of proximity 他有三个圈 第一个圈里面呢 是我 所有东西都会了 我这个 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 我新手年来 闭着眼 做梦等于说 第二个圈呢 就是说 我需要一定辅助 然后呢 能达到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 一加十 我可能需要妈妈给我拿 几个棒棒过来来做一下 然后在最后一个圈呢 就是说 你再有 再多的老师 家长的辅助 你都达不到的这个能力 比如说你现在让一个 四三小孩 非得去搞一个 十乘以二十乘以十八 那超乎他的能力了 所以说就 大多数的心理学家 都建议 让孩子们 在这个第二个圈里 就是说 你给他的一些练习题呀 或者你给他的一些 Task任务呢 就是通过一点点的小辅助 他就能够做好 这种呢 就是比较好 当然就是说 说的容易 那有的时候 做的时候嘛 的确需要家长们 多花点心思 我自己其实也在慢慢探索 这方面 的确你就是需要 make a balance 要好好的观察孩子 这个的确也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那么这个疫情期间满了 孩子不在学校 所以说父母的确在这方面 需要花比较多的精力 首先要观察孩子 这个你像蒙特索利 这位老奶奶 她当时创建 蒙特索利的时候 你要读一读 她的一些采访 就是说她说 先大量的观察 你的孩子 每个孩子的学习方式 每个孩子的性格都不一样 先花时间 观察他们的喜好 观察他们 他们目前的一些 行为习惯 学习喜好的方式 再给他们因事而交 好吧 我看到那个聊天框里面 也有一些非常好的问题 比如我自己就特别喜欢 有一位家长问到 如果爸爸妈妈自己 不是那么成长性思维 好几位家长问到 我们该怎么改变呢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是个 特别特别的好的问题 对 这个就只能说是 先把这本书买买翻翻看 然后呢 如果你觉得刚才 我给你们看的那两张图的话 我看看 这书里面其实也有这张图 这张刚才我给大家 一开始share的那个图 现在在这个美国 非常有名 很多领域 我找不到那张图 在这书里面 就你记得吗 刚才一开始 我跟大家分享那两张图 左边一个大脑 右边一个大脑 不同心态的人 对很多事情看来不同 首先就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如果有challenge 那你就想想看 迎难而上 接受挑战 走出自己的收视圈 然后其实我觉得 从我个人经历来讲 有的时候 你目前觉得做不到的事情 你称一称 最后走过来以后 你两年 五年 十年往回头看 觉得也就这样 我就不跟大家分享 我太多自己的经验了 就是说 来美国的这个 十年 还是多少年 真的 你就是 我就是走了太多的这个挑战 过了太多的困难 包括现在也是 比如说 我 开始这个 在州大学伯克利的这个工作也一样 很多的challenge 很多的挑战 那 我们家长 首先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态改变了 才能去帮助孩子 而且 就像刚才 这个Dr. Carl Dug 说的 即便他是这个研究这个 growth mindset的专家 他说我也不是天天都有growth mindset 他说我有时候经常也会 别人批评我一句话 他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 这个业界也很有名 那个人我听完以后 我还会有小小的不舒服 也都很正常 就只能是自己慢慢的practice 他的建议就是说 把那张图贴在家里 天天早晨起来 看一看就说 OK 那我今天呢 如果有新的挑战了 我就迎接挑战呗 我的boss 我给了我的任务 那就欣然接受呗 就慢慢的就是给自己 这个cognitive 在大脑慢慢的给自己强化 这个概念 像你去包括看很多心理咨询师 现在也一样 在心理咨询师里面 当然这是小成的领域了 就是说非常有这种 叫cbt 就cognitive 这种behavioral therapy 就是说 不管你请了世界上 一流的心理咨询师也好 最后如果调节自己的心态 调节自己的心情 还是得我们自己 每天下意识地提醒自己 好吧 嗯 谢谢 非常感谢陈希博士 然后 Mary她好像要用语音来提问 然后您有过有空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聊天荒 还有两个问题在 Mary你需要发言吗 嗯 对对对 谢谢橙子 我刚才听到以后 就有一个follow up question 就是 刚才博士有提到 就是说 帮助孩子培养成长型思维嘛 然后 但是我 我就想问一下 会不会不同年纪的小孩子 因为他的发展 程度不一样 会不会引导他成长型思维的方式 也不同 那我们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资讯 或者是这种不同的方法 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习 或者从哪里获取这种信息 可以更好的帮助不同阶段的孩子 是 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个 Luckly 非常幸运地来说 那个 这个mindset 现在在美国 这边是非常火 所以 这个Dr. Carl Deck 他斯坦福德教授嘛 这个大量的funding支持他 他的团队现在 出了mindset 这么一系列的教程 和一系列的培训 他 而且他们有一个 专门的一个网站 里面有大量的 这方面的资讯 其实我里面刚才 一些那个图片啊 包括一些那个 lesson plan 和一些课程的那个设计 都是那个网站里来的 那么一会儿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把PPT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点到链接里面 你可以看 还有很多training package 你可以买 作为家长的话 比如说他有 每个月的呀 他甚至还有一些游戏 你知道吗 他们team design了一些游戏 通过游戏的方式 强化孩子的这个 成长行李思维 比如说他就 有一次在谷歌 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 很多游戏设计的 就是说 给孩子那种 reward system 就是说 你如果赢了这关 我给你个小小小 你看现在就很多 那种APP里面也是 你赢了一关 我给你们什么样的小礼物 我们可以点一个 什么小gif 就对你这种小孩子 他说 我们这个游戏 这一套设计的呢 是我要看你 是不是在一直挑战 是不是在一直坚持 我具体我没玩过 那个游戏啊 但是他那个package里面 的确有 适合 两三 二十岁之五岁的 适合有小学生的 适合有青少年的 比如说中学生 高中生 甚至是成年人的 他都有一个这个bracket 你去点进去都有这些方面的资讯 你可以购买他的资料啊 可以上他的一些training课程啊 都有 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吧 太棒了 然后还有一位家长问 如何鼓励孩子探索 他不喜欢或者说不擅长的领域 这个的话 我个人经验 和我看到的一些讯息来讲 就是说鼓励家长和孩子 一起去做 前段时间在美国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叫Amy I forgot 她的last name 她的姓 这个Amy这个人呢 她是在美国positive parenting领域 可以说是大牛 这个女性 她呢 有一次就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作为家长 很多时候我们总活在这个 parenting的这个mode里面 就是我是一个家长 我要么就是不愿 低下头来跟你做那种 很思理的事情啊 或者我没时间啊 但是你如果想跟小孩 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如果你想跟小孩 能够一起帮助小孩子进步学习 那么最好的就是 把你自己调节成child mode 变成那个小孩子的那种模式 和小孩子接触的时候 每天拿出非常quality time 她说哪怕十分钟 十五分钟 半小时 如果你有这个时间的话 这个十分钟 这个半小时 就跟她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想鼓励她 做这件事情 你这十分钟 这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什么都不做 当你是一个四岁的小孩子 当你自己是一个青少年 比如说很多青少年 沉迷于玩网络游戏 这个非常struggle的一件事情 之前成子还做了一期 这方面的讲座 很多家长都非常想听这方面的信息 她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小孩那么热衷 这个网络游戏 你每天拿出十分钟 拿出半小时 你就跟她去玩 你就跟她 把你自己也当成十五岁的那个男孩 你就跟她去讨论讨论 这个东西到底哪好 是吧 然后这个东西 咱们如果是比如说 开发这个软件 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 improve 或者说你小孩 他就害怕 你像我的孩子 他不喜欢做什么 他不喜欢数学 他可能是因为女孩了 不知道 还是take了我的基因 又不喜欢数学 那你没办法 你只能每天拿出十几二十分钟 你感觉就跟她 比如在那数个小豆豆啊 数点那种小棒棒啊 然后你自己先把你自己的这种气氛搞起来 那你给她做一个这种榜样也好啊 建立这种气氛也好啊 这个的确是take time 然后我觉得Amy说的一句话很好 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活在这种成人式的这种模式里面 那对待小孩子的时候就需要这短暂 因为我们不可能天天陪着小孩 天天跟他在那教他做什么 所以短短的十分钟 二十分钟 就是把自己沉浸在这个小孩子的世界 和他一起去学 一起去探索 好吧 好的 太感谢了 那我们继续 好不好 那我们继续 看看 然后现在是九点半 我们讲到几点来着 我们讲到 其实 我们 我们可以讲到十点 对 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宽裕 嗯 好吧 那我下面感谢大家 分享这个 这个概念 其实我自己也非常感兴趣 而且也是在慢慢学习探索的这么一件事吧 这个呢就是emotion regulation 如何管理我们的情绪 那你看左边这个图哈 经常有这种就是突然间后面有个人超车过来 然后我们 留着自己做个手势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右边这个图片呢 就是说 I'm just so happy right now 明明是在哭 其实他是心里太高兴了 喜悦的眼泪 那么就是说 emotion regulation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好处呢 就有哪些benefit呢 首先就是说 作为家长 我们学会了control自己的emotion 然后呢 如何control 去控制管理孩子的emotion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如何self care 就是说尤其像现在大家说了 无数次了 疫情期间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情绪 婚言里面也是 通过了解情绪 通过感知情绪 管理情绪 我们也更好和伴偶之间的这种情感关系 在这个学习中啊 都是这样的 其实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么但是我们从小到大 基本上没有家长 没有老师教过我们这个方法 也没有我们甚至提过这个情绪管理 很少人提这些 但是近这些年了 在美国这个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包括emotion regulation 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尤其是对青少年吧 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我不想提太多这种 非常upsetting 让人沮丧的数字 但是大家明显想看 这种青少年的这种 像我刚才说的depression 这种抑郁症的爆发率啊 还有这种非常serious的这种 behavior都非常令人痛心 所以说现在在美国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是基本上很多k to 12的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都有着重做这方面的 一些教育计划和课程 这张图呢就是讲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都包含哪几个方面 然后呢 就什么是emotion regulation 什么是管理情绪 就是说 其实情绪管理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通过管理控制 我们情绪的这么一个过程 使它达到了呢 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然后经常是被monitor 经常是被我们自己所关注 经常被我们自己所感知的 这个整个过程 可以是这种automatic 也可以是control的 就是说可以自发的 也可以是我们故意 这个调节自己 可以说是consciously 也可以是unconsciously的 那我们最后 这个情绪调节 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就是想要达到 就是说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情感 我们什么时候 想表达这种情感 而且我们如何表达和感知它 情绪这个词 其实是一个 用术语来讲 是一个multidimensional的 一个概念 就是说有很多层次 我们很多人一提到情绪呢 大多数都会想到 这个experential的这个方面 就是说我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我现在好伤心 我感觉好兴奋 我感觉现在就跟 中了一百分大奖一样 还有一种呢 是physiological的 就是说生理上的 比如说我现在心跳加快 我感觉我这个脖子 这下怎么感觉紧邦邦的 因为我现在好像 想生气了 不舒服了 我觉得我这个手 感觉很麻 快要去考试了 快要上台演讲了 这都就是physiological 生理上的一种表现 还有behavioral 就最后比如说 我做出了一些什么 行为上的这些表现 这个都是情绪的 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往往情绪的体现的 就是分分秒秒钟的事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就是几乎没有意识到 它就发生了 在情绪管理这个领域里面 最有名的一位教授呢 是叫做 Dr. James Gross 也是思想福的一位 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 他呢发明了一个叫做 这个叫什么model 叫做process model 首先呢 他就说情绪 首先我要了解一下 情绪是怎么产生的 像我刚才说 情绪有的时候 就是半秒钟的事 但他就发现 情绪是这样的 首先呢 我们就要在一个 situation里面 要在一个这种 外界的刺激里面 比如说你在一个party里面 很多人 这就是一个环境 或者你大脑里面 突然间自己 产生了一个什么想法 回忆一下你之前 比如说 年轻的时候的一段 试炼了 或者是被老师训斥了一顿 被家长训斥了一顿 大脑里面的这种想法 也是一种situation 第二步呢 他说你还必须 attent的这个situation 有的时候 你朋友跟你说一句话 明明是在批评你 嘲笑你 但是你就没给他 这个attention 没给他这个注意力在 有的人就说 你这个神情大条 就是在这 你没有给这个事 attention 那也不会产生情绪 第三步呢 就是acrasal 你大脑要有一个思想在 比如说你去参加party 你观察这个party里面 这些人的举动啊 这个现场的 这些布置环境 以后你还有一个appraisal 大脑里面的一个 对他的评估 就是现在原来我是在一个 非常正式的场合 公司的年会 然后你评估说 哇这些人都那么正经 看我的老板也在 我同事也在 我一定要表现的合理 就是比较体面啊 行为比较恰当啊 最后我们会有一个response 有一个反应出来 那么Dr.James Gras就说 如果你想情绪管理 其实在每一步上 都可以做一些intervention 做一些practice 比如说你如果觉得 去参加这种大型聚会 很uncomfortable 他说那你就不去 回避这种 这种 这种情形 回避这种 这个situation 那另一种 就是不给他attention 这叫attention deployment 就是说 比如说像小孩子 经常会 你带他去mall里逛街 本来挺高兴的 突然间看见 一个门鞠店 非得就是要那个东西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 你只能destrive他 对吧 尽早的destrive他 尽早分散他的注意力 这个事 他的这个情绪 缓解的越快 那么如果有的时候 他就说 Dr.James Gras就说 你又已经在这个 这个状态里了 这个环境里了 而且你已经pay attention了 然后你怎么办 那你只能改变 你自己的想法了 比如说 你正跟你的老板 讨论一个项目 那你有你的意见 他有他的意见 然后大家现在 这个情绪都有一点 好像是不那么平和了 那你只能改变 自己想法 说那他是我的老板 那怎么办呢 我不能现在跟他打扰的 对吧 那最后那一点 就是说 在最后了 已经到了这个 要爆发 要用行为 来体现情绪的时候 他说最多的一种方法 就是suppression 压抑他 不管是高兴也好 还是生气也好 到了这一步 一般来讲 就会用压制的这种方式 那么就是说 到时候 Gentleman就是说 他通过大量的 这个研究发现 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 有的时候 我们能控制情绪 有的时候不能呢 很多人就说 你看我在家里 有的时候就非常自我 就想有什么情感表现 就表现出来了 我在外面 跟我的同事 跟我的老板 可客气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go 我们的这个目的 因为情绪管理 必须是要有一个目的来drive 必须有一个目的 我们才能施展情绪管理的 这一系列的方法 那么他就指出 就有很多种目的 要改变自己 改变他人 或者你有一个 long term 长远的一个目标 或者哪怕是一个 unconscious的一个regulation 很多人就说 我要压制 不能愤怒啊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你看这人脾气不好 这是一个negative 对你的一个印象 但他大量的research发现 很多人有的时候 还故意想要 upregulate negative的emotion 比如说这种愤怒情绪 在什么时候 看见了很多 在这种体育赛事里面 有些人他就故意 把这个自己的 这种坏情绪搞起来 然后呢 要当时的那种气氛 或者是呢 partner之间 情侣之间 有时候你会听到 有人说你这不故意找茬 有的人他就想 把这个坏情绪给 贬起来 然后吵一架 那么我们还经常说 我们都非常想 upregulate positive emotion 就是如果你高兴啊 兴奋啊 有什么好事啊 当然每个人都想让他 更大程度的展现起来 其实呢 通过他的发现 他说有的时候也不是 比如说你一个朋友 这会儿正伤心着呢 可能工作上的事情 那你呢 那边可能有一个 非常大的喜事 这个时候呢 你必须要downregulate 你的positive emotion 你不能说你这个事 高兴的不得了 你现在朋友正在伤心 你过去跟他这种嘻嘻哈哈 对吧 或者说比如说 他举了一个 其他例子 就是参加葬礼 他就说 有的时候 你如果跟人家 不是很熟 但是你突然间脑子里 想出来一个什么 很funny的事情 你不能在葬礼上 突然间 这种呵呵呵 笑起来吧 对吧 所以我们也会 downregulate 我们的positive emotion 那他就在一个采访里 他就说 很多人就问我说 情绪就是一秒瞬间的事 你为什么要非得像刚才 这种一步一步 把它还抛开细细的分层呢 他说 我就想知道 情绪这个东西 本身是非常personal的 每个人的看法 每个人体现方式都不一样 但是我就想知道 在大多数情况下 大多数的群体情况下 到底哪一种控制情绪的方法 是最有用最有效的 他们通过大量的研究 就发现一共有 大概八种管理情绪的方法 一种就是接受它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problem solving 就是想办法去改变 解决这件事情 rumination的意思呢 就是辗转反侧 想来想去 很多女孩子 年轻的时候 就会想 我为什么失恋啊 她为什么跟我分手啊 那distraction呢 就是分散注意力 像我刚才说的 小孩子这会儿就非得闹 美国有个词 叫什么terrible to 他两岁的小孩子 没法regulate自己的emotion 那你就能 只能distract它 还有avidance 像我刚才说 如果你有的那种 situation或者场合呀 一些事情 就你知道 通过你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就是不comfortable 有的人就选择 那就干脆avide了 就不去避免 参与进去就好了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reappraisal 你用你自己 大脑的思维方式 来重新评估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 就是像我刚才说 瞬息万变的一件事情 突然间就很生气 很暴躁 但是如果我们经常通过 大量的训练自己的大脑 换一种角度思考这件事情 0.01秒的一个switch 那我们整个的这个emotion的表现 就不一样 第七种呢 就是social support 比如说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 找你的闺蜜 你的朋友 去聊一聊 最后一种就是suppression 去压抑它 那么他通过大量的这个研究和 这个采访 他发现 对于不同方式的 不同体 就怎么说 不同intensive 就不同强度的这种情绪 人们采取的方法不一样 如果这件事就是一个皮毛大点的事 短短的一点不开心 一个人开车超车过去了 那很多人就选择 就这样吧 这个人 讨厌 没素质 对啊 就过去了 就accept 就接受了 我有点生气 那就算了 但是在这种high intensive的situation里面 就是说我非常的伤心 比如说我失去了一个亲人 那么呢 这个时候人们采用的 就是另一些的这种方式 去regulate 管理自己的情绪了 他在很多的这个大量的研究里面发现呢 相比较这八种管理情绪的这种方式呢 他觉得发现最有用的是哪几种呢 problem solving 去解决这个问题 reappraisal 换一种角度 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还有acceptance 接受它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要 非常细节的一些 practical的一些 怎么说呢 算是intervention也好 还是说skill吧 一些能力 这个 可能我想简短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个叫 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 叫简短来说 就是DBT 变定型行为治疗 这个行为治疗呢 在这几年非常的热门 尤其是对这种有Borderland Personality Disorder的这种边缘性性格 这个疾病呢 非常有帮助的作用 什么是边缘性人格呢 就是说突然间很高兴 突然间又非常生气 成年人有这种时候发生 很多时候都发生在小孩子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有些人就问我说 你女儿是不是有点一种边缘性能格 其实也不是 因为她就是没法控制自己的那个emotion 就突然间一秒钟就throw up了 就跟你大喊大闹你知道吧 那这个 在这个领域呢 最有名的这个一个人呢 这个女性呢 她叫Marshall Linton 她发明了这个边缘性行为治疗 专门针对这种边缘性的人格的疾病的 就是突然间switch这种emotion的 一秒钟还好好的 一秒钟就大发雷霆 那么有这么几种非常practical的skill 非常实用的在生活中的这些skill 第一种呢 她说就是说 首先要了解自己和别人 做一些这种role play的game 就一些这个角色变换的game 她的其中一个game就是说 通过这个这是她这个game里面的一些这个表格 就是说几个人在一起 这个可能讲的太细了 几个人在一起 就是说你有的人当这个观察者 有人当灵性者 有人当表现者 那么我们通过不同的观察去理解 去感受别人的这种emotion 他们的这种心情 这个呢就是说会长时间 如果经常训练这个方面呢 就会让你明白 你自己的心情到底是什么 也明白别人的心情是什么 这个非常有帮助于对夫妻之间吧 或者这个情侣之间 很多时候你这个男孩子经常说 我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emotion是非常settled 而且呢是在emotion这个领域 情感领域它是有primary和secondary的 比如说你表面上说我是很伤心 这个伤心其实是你第一感知 第一层次的这个emotion 但其实下面还有第二层次的emotion 就是说你为什么伤心 具体是怎么个伤心法 是你觉得沮丧还是觉得挫败 还是觉得不被认可 还是觉得委屈对吧 然后第二种呢是labeling emotion 这个用的很多呢是给小孩子 就是说他们这个game叫做traffic light 那有这个绿灯黄灯红灯 就是说还有这个rest area 就是休息区 让这个很多美国人就把这个贴在这个教室里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家里面 跟小孩子说呢 你现在啊在这个slow区了 你现在有点你看hyper了 这种感觉就是跟吃了十斤糖一样 这个兴奋的不得了 或者你现在有点累了 upset了 那我们好要不要走回绿区啊 我们要在这个非常开心的这个区域啊 然后我们现在哇大喊大闹了 你看你现在你是不是像这个图里面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好 我们要不要慢慢的回到我们这个绿色的这个 非常happy的这个区啊 然后呢还可以帮小孩子做一些这些辅助性的训练 说那你看你现在又不开心了 我们呢做一个这个情绪管理魂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哪一种方式你喜欢啊 你要不要搞一个这个鼠到蹭啊 一起深呼吸啊 你要不要跟妈妈出去散个步啊 要不要我们互相说个对不起啊 要不要我们来个family的meeting啊 或者写一个什么小message啊 就是说这些方法来慢慢的调节孩子的情绪 把他们拉回到这个green zone 拉回到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happy calm的这种情绪里 那么呢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叫false belief game 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尤其是我不知道可能 嗯东方的文化吧 就是觉得我要是在别人面前展现这种不好的情绪 会被这个社会被我的这个身边的群体不接受 因为很多人从小生长这个行为 生长的这个环境呢 就是说从小比如一大哭大闹了 大长就会说不要哭了啊 我们在外面这样不好 所以长期以往呢就会给小孩子造成一种心 一种这个想法就是说 我不能展现出来我这种不好的情绪 因为这是不acceptable的 不被别人所接受的 那长期以往呢 这也是可能啊 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教育性女学的一些 同学我们聚在一起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社会 或者尤其现在美国有那么多的这种depression 可能也是这么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false believe 就是错误的这种我们自己的想法 列个表 你看他这个 这个是一个专门做positive psychology 这个公司他的一个package 你把这些false believe列出来啊 这是他的做的一个表 然后你check一下 做一个check mark 你都有哪些false believe 比如说你就觉得 我的这种想法不被别人接受 我要是在我爸爸妈妈面前哭 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很脆弱 你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 然后呢填在这个表里面 填完以后呢 就写我到底有哪些 对这种负面情绪的这种想法 最后如果我长期 hold的这种belief 长期拥有这些想法的话 那我会造成一个什么consequence 一般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consequence 所以我们做一些这些练习呢 慢慢的让自己释怀 就是告诉自己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这些想法是多余的啊 就是说 为什么不能表现自己的不好的情绪呢 对吧 那么还有一些呢 exercise比如说mindfulness 其实说 其实就是这个冥想 冥想呢 尤其通过这个深呼吸 的确是对大脑是有一定影响的 它这个大脑里面的化学物质 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比如说你氧气的进入啊 有一些非常好的 一些化学物质的生成啊 这种多巴胺的生成啊 都是非常有积极作用的 对我们心情的调节 还有一个呢 是在这个DBT领域里面非常popular的一个exercise 叫stop 就停 stop 它第一步呢 就是说首先 他说这个也是这整个练习里面最重要的一步 当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坏情绪 袭来的时候 第一步要做就是stop 就停止 pause for a moment 哪怕停止这么几秒 那么这个他说是整个这五个环节里面最重要的一步 首先你要先停下来 叫停 这个时候你才有机会去用那些strategy 要不然的话一秒钟你把这个情绪都发泄出来了 那还有什么用呢 首先一步就停 然后第二步就take a breath 就像我刚才说的 用这种深呼吸 用这种冥想 take a breath 然后呢这个breath的时候 其实你的这个心情啊 你的这个头脑一些化学大脑里面的化学物质 已经在跳进这个心情 然后observe 观察一下 你现在到底是在哪个situation里面 你是在跟谁说话呀 是跟家里人 还是跟你的boss 还是跟你的这个男女朋友啊 你们现在正在处在一个什么环境 像这样观察一下 然后pull back 就是换一种想法 有的时候我们就当时那几秒钟认为 就是说哦 他就认为如何如何 我就认为如何如何 其实那种想法很多时候 你换 可能十分钟过去 二十分钟过去 你会想哦 原来我那个想法是错的 但当时当刻 上时上刻 你会觉得那是一个真实的想法 但是所以说他就说 你一定要put in to perspective 告诉自己 强化告诉自己 这个我现在的想法 只是当时的 他未见得是一个真实的想法 这一系列的训练 其实不容易 他在这个整个package里面 在说 这个呢 要每天自己给自己强化 每天要首先也训练自己 从小事开始 然后到最后一些大事情的时候 我们才能运用好这个 这个 这个 这种方法 所以说其实并不是像 简简单单说的那么容易的 我自己其实也在锻炼这种方式 尤其是对我的自己的小孩子的时候 第四步 第五步的时候呢 就是说practice 你最后比如说 已经要有一个行为产生了 比如说你就想打孩子屁股的时候 那你就得压制自己对吧 因为你比如说有一个目的 你的go就是说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如何控制情绪 那你自己首先就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我其实自己也在慢慢的这个锻炼这一方面 那么这里面就一些healthy activity和不healthy的activity 就是说非常建议大家做这些事情 去跟朋友聊聊聊天啊 exercise 运动对心情的调节非常有用 meditation 这个冥想 还能就是说记一些心情日记啊 以及睡觉 很多大量的research表明 就是休息不好 体能不好的时候 心情真的是很差 我相信很多女孩子都有这种体会 最后还有一些healthy的activity 这些呢就的确是要awive 比如说酗酒啊 还有说physical的一些aggression 这个可能当时你会觉得很痛快 发泄出来了 但是长期以往对我们的身体 和对我们情绪都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吧 就是说这是Mathlow非常有名的 一个hierarchy of needs 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需求 我们从最basic的睡觉 有一个暖暖的床 有吃的 到我们寻求这种安全感 不管是financially啊 还是这个住房啊 还是我们的身体 最后呢我们有一个这个第三层 是love和belonging 我们都需要别人关怀 都需要有一个归属感 这是为什么现在就是 疫情期间 大家都宅在家 像我们这个美国湾区这边 宅在家 像我已经四个月了 就你长期的这个脱离社会的话 你就没有那种belonging 没有那种归属感 很多公司现在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居家办公 尤其湾区这边高科技公司 居家办公时间长了 你对你的公司可能就缺乏一种归属感 你的contribution也许就会 从某种角度上下降 最后呢就是esteem 你自我的这种认可感 自我对自我的这种认知 和对自己的评价 我是不是有能力的 我是不是可以做到 我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最后一层就是self-actualization 其实呢这个self-actualization 用中文化来讲就是说 达到自我的一种满足吧 不管是说在事业上 家庭上 自己心情调理上 就是达到一个balance 好了那我觉得今天就是想 分享到这 好吧 太棒了 谢谢 谢谢 谢谢陈博士 好刚刚陈博士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多 既有就是说非常solid 就非常棒的研究支持的 同时又非常接地气的 适合我们 我们和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持续成长的这样一些skill 这样子可以就理论依据 又有可以实行的这样一些方式 然后我知道陈博士 您自己也有一个YouTube的那个频道 是吗 我相信陈博士还会有很多好的内容 如果方便的话 您也可以在聊天框里面分享给大家 在中间的提问环节里面 大家谈到了很多 哎呀 我们是希望孩子就是能够拥有一个成长型的思维 然后同时呢 作为家长可能有时候也会觉得 好像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做得不太好 该怎么办 其实我非常喜欢就是陈博士您刚刚提到的 不是说我们要自己非常是一个非常棒的人 然后才能去指导孩子才能去引导孩子 更重要的是说我们也要change我们的mindset 就是转化我们的思维方式 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心态 嘿我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成长 本身成长型思维其实它并不是限能 限于就是说小孩子的 刚刚有一个神经学的证据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具有可塑性 不仅是小朋友的大脑它有很强的可塑性 因为他的孩子不得应该发展 其实我们承认的大脑 甚至我常常跟我的来访会说 哎你不要 你要知道吗 80岁的老人 他的大脑同样具有可塑性 所以爸爸妈妈们不要泄气 跟孩子们一块去练习 一块去成长 对成长型思维就是医生的这个修行的课程吧 对吧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 Dr.Cowdad 他自己都是已经这个 业界的这个大牛肉 他自己也是在说 我也是一直在锻炼自己这方面的这个能力 尽管这个话题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话题 我们平时也会在跟来访的讨论当中 因为我们做很多亲子的和家庭的咨询嘛 会跟讨论 但是我觉得今天听了您的分享 也给了我给了我很多 就是说在理论上的 在特别学术研究上的一些证据 非常感谢 也非常感谢在线上就是来参加我们这次线上分享的 我知道有很多国内的朋友 也有很多在美国的朋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看收听我们的一三说栏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收听观看转发我们的栏目 我们的栏目在YouTube频道上 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Spotify iTune等各种频道 找到我们的音频视频 心理科普栏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